我跟我先生最不一樣的是 我們吃火鍋的順序超不同 就是我吃火鍋會很習慣 因為我不喜歡鍋底是 那個湯汁是濃濃稠稠的 或者是很多雜質 所以我會先把根莖 那我不容易熟了 比如說南瓜 地瓜 那我會先放進去讓它熬煮 然後海鮮我會只先放蛤蜊 因為蛤蜊會比較 讓湯頭比較鮮 然後肉片我一定是最後 就是整個菜都滾了 都熟了 然後我才汆燙一下肉片 可是我先生的習慣是 火鍋就是全部一起下去煮 但是我就會覺得 你全部一鍋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就是 沒有那個 對 你講得比較實在一點 所以我還是喜歡有我的順序 所以後來我們就說 那就吃涮涮鍋好了 就各吃各的 小火鍋 各人的 各吃各的 你就全部都丟 我就還是照我的順序慢慢來 我覺得這就算了 他其實某部分還滿貼心的 他會覺得吃飯這件事情 要大家一起吃 然後那天我們要吃火鍋 他就買了一個 番茄牛肉鍋的湯底 回到家了 那個是熟的對不對 好 回到家了 他就跟我說 你大概四點四時回來嗎 我會在這之前 把所有的料備好 放冰箱 然後小孩接回來 我們就可以煮了 就可以吃了 很合理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合理 想說這滿貼心的 然後我四點四時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打開冰箱 我嚇到了 他真的把所有的 他還在派酒所 他把所有的食材都備好了 很好 對 但是全部備在那一鍋 已經熟的番茄牛肉鍋裡面 他把食材全部都丟進去了 真的 熟的 雞蛋 這樣不行嗎 而且雞蛋已經打開了 兩顆蛋就在上面生的 天啊 然後豆腐 然後我一打開 我說 你不是說備好了 他說對啊 全部都在裡面 我就說請問你哪來的想法 覺得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這樣放 他就說 你不覺得這樣很快速嗎 很快速 對啊 我們接完小孩回來 直接那一鍋就放在瓦斯爐上面 一開 湯滾了就可以吃 這樣好像也對 對 沒錯 這樣也對嗎 很對 但是我沒有對要發火 所以我就變成說 以後我們要吃火鍋或幹嘛 我說都我來好了 你把食材買回來 然後我來下料 對 你就等著吃就好了 這招很高 真的很高 這個就是拌拍狗 你知道 拌拍狗 就是來亂弄 你覺得我做得不好 好 那不做 那以後你做了 他沒有說他不做 所以我請他不要做 對...